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求周杰 北平解放以後 军委会得知孙妻爷的家人 要回到北京來 特意就把这四合院倒出來给你们 那 什么这呢 既然是特批的 那就住下 刚回到北平 咱们也得有个烙搅劲不是嗎 我说金老伴 您现在已经成了境階王了 这次回來 咱们也得挨我这扎活 先说书啊 掌柜大 看我这嗓子你也听出来了 暂时我还说不了 您还是请我师兄说吧 掌柜大 介绍个人 这是我在东北认识的一个兄弟 也是行里边的人 王掌柜 王掌柜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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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掌柜 我这兄弟刘湛 能不能在你这园子里头 溜溜活什么的 瞧您说的 警戒王亲自开口 我敢说不吗 好 对了 王掌柜 有件事情 我一直放不下 囚梁那个王八蛋 解放以后 受到人民的审判了吗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我只知道囚梁去了趟东北 回来就让马处长给扫地出门了 他现在也是下落不明 那个马处长啊 在北平和平解放的时候 就跑了他 又让邱梁那狗东西跑了 我今天好像看见有个人 特别想邱梁 他在那儿扫大街 头发和胡子都白了 看上去至少老了十几岁 准吗 是他 化成恢复地认得他 赶紧的 我们得报告政府啊 对 咱们到派出所报案去吧 走 在家 给 给我吧 走 走 九龙 把头抬起来 知不知道我们共产党的政策 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你要是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你必须彻底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 说 我坦白 我坦白 去狼这次被抓 是恶有恶报 你小子真是眼尖哪 一眼就被你看出来 那是 我冯雪在天桥混了这么多年 别的没练出来 练出一双火眼金睛 我去开门去啊 我去开门去啊 求良生之以法 我们终于可以告慰 师父和师娘的在天之灵了 你是有词 他有这个事 升啊 你现在想itting 下一个床 你真是因为我 设定我 要消血 你很 cave 在这种孩子 我想把你带来 要死你 我都想把你带来 你爱 谁是秦凤鸣 金灯 我是 我是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要了解一点情况 公安同志 你们不能随便抓人呢 我们不是随便抓人 只是请他回去 跟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没事 了解清楚又回来了 凤鸣 你们小心点 走吧 没事 放心吧 秦凤鸣 你在日据时期 你曾经在大友茶馆 为日文说书 宣传日文圣战 有这事吗 是 求良说的 你不用问谁说的 你只讲你的问题就行了 有这事 可那都是 事出有因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我到警备司令部去呢 是为了证明 我是那个电台的说书人 也是给我师兄秦凤鸣 洗脱他汉奸的罪名 我和大春哥 还有师兄 一起除掉了 大汉奸童儿 你说的这个电台录音 有谁能证明 大春哥 大春哥 就是丁卯春同志 远北平地下党 因为有大春哥的计划 所以我才去牛岛那儿 答应为日本人说书 这样既可以救出金凳 同时呢 又可以接近牛岛 以便实施大春哥的反戒计 有个说法 说童二是求良除掉的 你怎么看 扯淡 老实点 坐下 无耻 求良是什么东西啊 他就是童二的一条狗 我们利用他跟童二的不合 让他给日本人告密 既杀童二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我利用他 去向牛岛告密 让牛岛把注意力 集中到了童二身上 除了你所说的 和丁卯春同志 这件事情还有其他的知情人吗 没有 没有 秦宝明 你今天讲的话 我们会仔细调查清楚 在我们没调查清楚之前 你还不能走 公安同志 我们可都是 普普通通的说书人 还为抗战做过贡献 你们千万不能听 求良的一面之词啊 我们的政策 是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但是 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现在新中国刚刚建立 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汉奸和特务 必须将这些汉奸和特务 彻底清除出人民的队伍 什么 我们是汉奸 对 我们是特务 我们成了特务 特务师吗 特务师 你们有没有查清楚啊 你的问题我们会查清楚的 在查清楚之前 你不能离开这里 求良逍遥法外 把我们当成汉奸了 我们是特务 你们怎么办事的 你现在只有丁茂春同志 为你证明 但是据我们所知 他是你姐夫 是 鉴于你们的亲属关系 他的证词客观性不高 请 来 坐 不 怎么样 他们是怎么说的 他们说 从不冤枉一个好人 不错抓一个坏人 让咱们慢慢地等 说的都一样 那就慢慢等吧 你笑什么呀 我笑咱们俩 日本人 国民党 共产党的监狱 哪个也没拉下咱们俩呀 还真是 这假上啊 恐怕连江阳大盗跟咱俩 都帮陈莫吉 咱们俩对监狱 好似如鼠家珍哪 雷德 你说 日本人 国民党 还有共产党 这可都是死对头啊 他们遇见了 恨不得弄死对方 可是在对待咱俩的问题上 却是高度移植 咱俩就这么不找人待见呀 共产党不一样 跟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啊 有什么不同啊 你看 省问咱们让咱们坐着 省问完了给咱们吃的 咱们该睡睡 你看共产党给咱俩用行了吗 还真没用行 这要是各日本人和国民党 咱俩一进来 那二话不说 肯定是先暴揍一顿 所以说嘛 有很大的不同 没事 他们说会查清楚的 慢慢等吧 可是现在 去哪儿找大春哥呀 再说了 这共产党 怎么就凭 求良那狗日一句话 就把咱俩给抓了 咱们两个问心无愧 出去那还不早晚的事啊 来 大家喝点水 来 谢谢 谢谢 金邓和秦凤鸣的案子 我们正在调查当中 鉴于这件事情的敏感性 他们俩暂时还不能放出去 为什么呀 这当时你们不都说好了吗 了解完了就放人的 他们的问题比较复杂 求良被抓后 主动揭发秦凤鸣在日据时期 为日本人说书做宣传 金邓呢 在抗战后 与警备司令部的马处长 私下有秘密交易 这可都是反革命罪行 所以我们要慎重调查 同志啊 当时我们都在场 那是我们院子大春 让他怎么做的 他们设计 就是要除了那个大罕见童儿 我们都可以作证啊 对啊 大娘 你说的我都知道 但是 你们都是他俩的至亲 你们的证词不能作为有力的证据 那怎么 我说话还不行啊 我这老太太都活了这么一大把岁数了 我从来没跟人家撒过谎 那怎么我说话还不信呢 大娘啊 您放心 金邓和秦凤铭的案子啊 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 至于您说的丁卯春同志 我们现在正在和东北那边的公安部门取得联系 希望能尽快找到他 让他详细说明当年的情况 那这么说 只要找到大叔哥就行了吧 这只是第一步 以后呢 我们会根据丁卯春提供的线索 继续调查 直到查出事情的真相 你们各位先回去吧 一有消息我会通知你们家属的 郭安同志 他们俩在里边不会吃什么苦吧 你真把我这儿当成日本人 或者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了 你们放心吧 他们俩好着呢 回去吧 有消息我会告诉你们的 德儿啊 在回北平的路上啊 师哥琢磨了一段 阴曹游 是说因果轮回 善恶有报的 我呢 用了一段聊斋 拿判官做书胆 词是有了 可还有点拿不准 反正咱们现在也没什么事 你帮着师哥给瞧瞧 好啊 你说说看 好嘞 听说好啊 杨奸作恶 阴是报 自古能游 几人讨 阎王殿前 泪倾盆 奈何阴草 莫轻饶 靳婶 靳婶 刘湛啊 那电报拍了吗 拍了拍了 我直接拍给金贵姐的 让她通知打春歌 靳婶 您耐心点 别着急啊 有事您叫 我先回园子了 去吧 也不知道 这电报什么时候能送到 可不是吗 都急死人了 嫂子 俩孩子叫一天爸爸了 来 妈妈 爸爸呢 爸爸出远门了 过几天就回来 过几天是几天呀 十七八九天吧 奶奶奶奶 爸爸那么久才能回来吗 爸爸是去办大事去了 所以才会去那么久 爸爸还说 只要孩子乖乖的 回来就给买糖吃 精品乖乖的 今天也是 乖 都是好孩子 十八层地狱 层层受罪 十万八千年 劝天下诸君 一心向善 不可作恶 且莫 后悔持 好 行了行了 你叫什么好啊 给师哥 摘摘毛 不错 师哥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会更好 怎么说 拿地主的魂做胆 让他磕吧 让他切吧 倍以断 toward 豈 等 扶 太 烟 严 老 爹 又 każ 我 我呢 就继承师父的路子 不行了 不行了 别欺负我这哑巴嗓子了 大儿 师父 师哥对不起你 师哥 师哥 你这是干什么的 师哥 你这是干什么的 师哥 师哥 你这是干什么呢 怎么说好了吗 不提以前的事了 不是 有一件事 我一直没跟你说 什么事啊 你摘草草 我看的 这事啊 你知道了 我 来 我早就知道了 师哥是怕我 让秦团长起义 才往我粥里边下了药 你不恨 你不恨我吧 师哥我问你 你恨过我吗 为什么恨我 当初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钻了牛角架了 我就觉得 你抢了本来属于我的一切 师父的掌门大弟子 大叔梁子 北平说书的地位 还有 芙蓉 可现在想想啊 就跟做了一场噩梦似的 师哥 恨我的日子好过吗 恨我的日子好过吗 原先在北平 我认识一个黄半仙 他是算命的 策字的 我学了几手 给你捞捞 你写一个恨字 你写一个恨字 心字 代表在你心头上的恨 你一直带着恨走 所以鹿 越走 越窄 师哥 再写个啃字 心在人酒下 路 越走 越宽 虽说我岁数比你大 入门比你早 可是这做人做义 我比你差得太远了 师哥 千万别这么说 师父他老人家走得早 但是他的话 咱们不能忘哪 未曾学义先学礼 义人礼自当先 咱们哥俩今天 重逢了一场噩梦似的 师父他老人家 在九泉之下 就明目了 当然 这边这边 来 慢着啊 好啊 跟着哥哥啊 同志 请问 大姐 天儿 大姐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家里人都想死你了 精瓶精瓶 快过来 叫大姑 大姑 长这么大了 大姐 你这是怎么了 你看看这个 这是东北方面 刚刚发过来的电报 丁某川同志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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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可麻烦了 是啊 这件事情现在 倒成了一件麻烦事了 科长 金邓和秦凤明的事 可说不清楚了 再查一下当年的当事人 必须查明真相 维护党的形象 和老百姓的利益 是 大春说这趟任务结束之后 就申请调回北京 可是没想到 本来战斗都已经结束了 可就在他们清理战场的时候 发现还有两个土匪 冲他们开了冷枪 大春是为了救战友才牺牲的 大姐 人死不能复生 你既爱顺便吧 你姐夫是为了革命事业才牺牲的 光荣 这次回来还走吗 不走了 组织上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 就让我转业调回北京 在宣武区文化局任职 好好好 能回来就好 本来是想叫着灵芝跟我一块走的 可她说什么都不愿意 说要再陪宰通知几年 真是个重情义的孩子啊 回来这么久了 怎么没见到邓儿啊 你没接着刘战给你发的电报啊 没有啊 什么电报啊 也是啊 刘战前天发的 想是在发电报的时候 大姐已经在路上了 邓儿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芙蓉 快告诉我 但是你到底怎么了 请喝水 谢谢 金桂同志 金邓和秦凤鸣的事情 我们正在调查之中 你也是党员 你要相信组织 能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 陈科长 你放心 我是共产党员 我相信组织 但是有一个情况我要说明 金邓和凤鸣当年和我丈夫 一起合计 除掉童儿 这点我丈夫牺牲之前曾经跟我说过 可问题就出在这儿 现在丁卯春同志已经牺牲了 没人能为金邓和秦凤鸣作证了 我明白了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冒春曾经跟我说过 他的这些计划 曾经汇报给他的上级 卢青山同志 能联系到他吗 我们已经派人找过卢青山同志 可是就在四六年 在天津 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除掉童儿是卢青山的秘密工作 全是单线联系 这的确不好办了 我们理解他工作的特殊性 可是现在求良 死咬 秦凤鸣当了汉奸 金邓跟国民党交易过 我们是人民公安 得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还原真相 嗯 对了 还有录音呢 金邓模仿童儿录的 齐西南原机场的书 不是在咱们这儿吗 如果金邓和国民党有交易 他还会为咱们录音吗 录音我们也已经找到了 只能证明金邓和录音机里的声音很像 只有丁卯春同志 能证明金邓就是当年那个叔叔人 求良是天桥出了名的地痞无赖 我请求组织上 对他的供词的可信度进行调查 求良的证言其实不可信 只是通过我们的调查 很多北平的百姓 都知道秦凤鸣为日本人说过书 可又不可能有人知道 这是除奸行动的一部分 我们还需要证据啊 陈科长 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做点什么呢 你再好好想想 想想当年这件事还有谁 或者还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金邓和秦凤鸣 是受了组织的委派 参与了除掉汉奸统二的计划 好 另外你放心 我密警派人继续调查 我们绝不会冤枉 任何一个好的统治 谢谢你 陈科长 你说 这奔向这大春能回来 金邓和凤鸣就有救了 可现在 真没想到 这酋梁死到临头 还反咬一口 金官姐 你现在可是家里主心骨啊 咱们以后该怎么办 你说这万一找不着 能证明奉鸣师哥的证据 那还不把这冤狱做下去啊 不能这么说 不是冤狱是调查 咱们都要相信组织 现在公安局也在积极寻找线索 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证据 来证明他们的清白 那当时金邓和大春他们 商量这事的时候 我们都在场啊 都是自己人 也没外人哪 可是公安局不是不采训 我们的证据吗 有一个人可以证明啊 什么人 竟被司令部的马处长啊 当年金邓为了救凤鸣 去找过他 他知道金邓他们的犯监计 所以才放了凤鸣的 现在如果能找到他 不就有线索了吗 对啊 找到那个姓马的 是不是就行了 可是陈阁长说过 北平解放后 那个马处长就不知道去向了 现在公安局的人也在抓他 什么时候抓到还说不定呢 又是一个死监 那咱们家专就得做一辈子老啊 妈 我想起来了 你想起什么了 当年我跟妈 到马处长的府上找马太太 求太太做主啊 这事我给你们做主了 不会给您添麻烦吧 麻烦 她敢 我告诉你们 她姓马的 从前就是河北一县的一个穷小子 在老家的时候她结过婚 后来呀去军校认识了我 把她老婆爷给休了 哭着喊着要娶我 她是靠着我家的势力才飞黄腾打起来的 她为了跟马太太表忠心 把老家的老婆修了 入坠 到了马太太他们家 所以 这马处长的籍贯 不是她自己的籍贯 是她夫人的籍贯 但愿早日抓到这个姓马的敌特分子 为金耐和凤鸣洗脱嫌疑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跟季县公安联系 好 喂 总机吗 给我接一下河北季县公安局 秋良 你罪行累累 铁证如山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长官 我不都遣句切发了吗 那不也算赎罪立功吗 你说的是揭发 金邓和秦凤鸣的事吗 对呀 据我们调查 金邓和秦凤鸣 那是名副其实的抗日英雄 长官 他们是狗屁抗日英雄 童儿是被我亲手除掉的 天桥的老百姓都亲眼看见 他们才是真正的罕见 你还想狡辩 国民党北平委警备司令部的马处长 你不会忘记吧 马处长 把人带进来 进来 马处长 不 comin 就 gone 马处长 什么 tal 你如果不 Madison 什么 rate 你会热 升 不行了 不如以前了 好久不厉害 师哥 记不记得 那会儿咱们抗日的时候 我一天做一拜 可没事似的 你小子就吹吧 你不吹点小牛 你就浑身不自在 我是吹吗 摔牛倒的时候 牛不是不知道 两招摔得他结结实实 当时啊 我嘴伤不服 可这心里是真结气 结气 我也结气 二位在这儿住的 还适应吗 还好 你俩在这儿 心是最宽的呀 我们两个身正 不怕影子邪 问心无愧 等着政府查明真相以后 会放我们哥俩出去的 你俩倒挺有自信啊 那是 我们没干过犯法的事 那自然是坦坦荡荡 行 你俩是说书的 我说不过你俩 我不是个 您就别谦虚了 得 别跟我贫了 赶紧走吧 二位英雄 怎么放我们出去啊 让二位受委屈了 政府都查清楚了 都查清楚了 当年警备司令部的马处长 让我们的人在济县 给抓回来了 回到北京什么都招了 你二位的嫌疑也洗清了 赶紧走吧 师哥 太好了 总算查清楚了 太好了 二位英雄 我代表北京市公安局 向二位英雄置以革命的敬礼 敬礼 敬礼 封禀 金袋 你们快来看看 大汉奸大特务求粮 昨日在京被毙了 毙了 终于给世娘报仇了 终于给世娘报仇了 是啊 这叫罪有应得 这小人当道的日子 咱们终于熬出头了 我说两位老板 新社会了 新叫同志了 我说两位老板同志 怎么着 回我这儿说书吧 这几年我可净肯窝头了 怎么也得让我吃点硬货吧 王老贵 您是我们的恩人 您让我们回来 我们肯定得回来 好 以前啊 师父说过一句话 一人没地儿 当时受气 我们俩这么多年 跟打游击似的 现在终于有地儿了 那我们肯定得大干一场啊 是啊 您说呢 德儿 那准没错 有孙鹤婷两位高徒 坐着我大友 一准的火呀 那是 好 行 去庙去吧 来 大夫 我这嗓子没得治了 也不能说完全没法治 但是吧 因为你的声带损伤得太严重 恐怕 很难恢复到过去那种水平 不过不影响你与人的交流 大夫 您的意思是 他的嗓子就这样一直哑了 是 大夫 我求求您 您能想想办法吗 我丈夫不能没有好嗓子啊 您的心情呢 我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吧 像他这种情况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也曾经碰到过 那位病人最后也没有彻底的治愈 像他这种嗓子 现在能恢复到这样一个状态 已经算是不错了 要是搁旧社会 恐怕早就哑了 这样 我给您看点药 喷的那一时三次 吃的早晚搁一次 每次吃两粒 听明白了吗 明白 来 拿去取药吧 谢谢大夫 慢慢走啊 你糊涂啊 金娜的嗓子还能说书吗 你还当他面说这些事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谁让我嘴快呢 我说出来我就后悔了 这邓啊 肯定是想说书 可是他那嗓子 不过我看 他教刘湛说书也挺好的 那跟自己邓他能一样吗 你别想这么多了 事情都过去了 再说邓 不是原谅你了吗 我没原谅我 这都是我造的孽 天冷了 别着凉 天冷了 别着凉 芙蓉啊 我想爹了 我知道 记得当年 咱们去东北二老盒子找爹的时候 爹躺在床上咳嗽着 当年明冠金平的评书大师 是孙河廷先生 就成了那副样子 真心疼啊 爱琴的爹 说他不回北平 是怎么回答的吗 说不能对不起做了 说不能对不起做了 对 就是这句话 从医院回来 耳边一直想着这句话呀 现在我才明白 爹当时的心情 不回事 爹说得不对 不对 爹怎么就知道 上台就对不起做呢 他有没有想过 他选择告别舒畅 才真的对不起做呢 可爹的嗓子还怎么说呀 德儿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想效仿爹 彻底告别舒畅 不想让你的座儿 看见你现在这样 不想让他们失望 可是我告诉你 如果要真是这样 我瞧不起你 我大心眼里 一辈子瞧不起你 真是怎么说话的 你们书中不是常说 大丈夫 战死可以 临阵吓死 有什么出息 记得小时候学艺 我妈常说 这嗓子 是老天爷给的 可这功 是自个儿下的 你说我们唱戏的 不就是要有副好嗓子吗 可你看 这马连良 杨宝森 周信芳 哪个天生是一副好嗓子了 是啊 尤其杨宝森 鸭子 号称云遮月 可不是吗 那哪个不是大家 哪个又不自成一派 那尹的意思 我还能说书 不是你能不能 是你想不想 要不说 这次一演 你必须得去参加 你要让人知道 你金润亭 静皆亡 不是冷得虚名 即使嗓子坏了 咱也没有忘记咱的座 芙蓉啊 我尽等能娶到你 这是我的福分哪 我尽等你 这一把纸衫 浊上一身情山 紫砂胡装膽 白安 滿堂驚嘆 昨日的時事 還殘留些波澜 今天的歷史 只能話說兩端 春秋早已是 誰管天到好歡 我輸的兩字 血淚呆呆傳 說不完 這人間滄散 那如今生死相忘 真是禮萬千的入關 總有訴不完 怎終場 擦不清這情歌流長 願不見你啊 故事已留下的死亡 總有 人間滄散 情為 羊